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有关的部门近期以内容为规为由查处了首例脱口秀公司并且处以人民币5万块钱的罚款 中全部上个星期的时候发出了通知 因应建党百周年从5月份开始与建党100年无关的公开演出全部取消 其后网上跟政治无关的内容也全面的整顿 继凯迪论坛猫眼看人军事论坛遭到了大量的封杀之后 这股杀停之风正向演出公司蔓延 根据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网本周的消息说 4月25号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一些规定 指北京某公司举办的脱口秀表演存在禁止内容的违规行为 做出了罚款人民币5万块钱的行政处罚 当局强调要严格的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从维护首都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高度把关 该案件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有网民指责当局对舆论的管控日趋的严厉 天津的学者苏强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说 当前的言论自由状况越来越糟了 他表示说每个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 比如猫眼看人这样的20多年的论坛被关停 像脱口秀这样的大家喜闻乐界的表演形式也被整顿 就连在互联网上卖书也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 现在的中国的风向是一个逆改革开放的趋势 脱口秀演出以诙谐论刺当中带着真扁实弊的内容 获得了中国观众的追捧 多年前中国电视台已经关停了金星脱口秀 周立波脱口秀等一些广受欢迎的节目 主流媒体进播网络视频脱口秀节目应允而生 这一次北京查处了首例脱口秀案 当局的解释是为了维护首都仪式形态和文化安全的高度 加强演出内容的管控 提高演员表演水准以及现场的约束 与此同时网络上大调文革时期的中自武 大力的宣扬所谓的延安精神 对此苏强表示说是想要回到文革回到朝鲜的方向 其实无论是中国的官场还是民间学界 对这种状况忧心愤怒的人大有人在 甘肃的学者秦先生认为 北京当局查处脱口秀公司 开启了一个最坏的先例 他表示说90年代到2000年初准许发表的言论 今天都已经成为了禁区 他举例说那个时候网络空间和文艺创作方面 还有一定的空间 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刘晓波 欧阳毅 王怡 于杰等等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 针匾石壁的文章 对他们言论的打压还没有那么的严重 但是现在老百姓包括公司 只要对文化有开拓性 黑手就会伸进来 今年是中共创立100周年 文艺与舆论成为了中共百年党庆的主要战场 中国的年轻人则成为了党史国事教育的主要对象 舆论认为当局对年轻人观看现代剧脱口秀感到不安 于是设法引导年轻人观看红色剧 比如最近上演的抗日剧 小兵张嘎地道战等等 有网友嘲讽说 这是当局想让时光倒流70年 意大利正式替华为出局 来自美国电影的报道说 意大利电信公司正计划取消 让华为参与意大利5G建设的合约 路透社引述了三位知情人士的话 表示说 意大利电信公司正计划取消 与华为公司签署的合约 该合约允许华为提供设备 部分参与意大利的5G网络建设 一名消息是透露说 意大利电信公司已经向华为发出了信函 通知取消与华为签署合约的意向 意大利的原版24小时太阳报 首先报道了这封信函的内容 两名消息是表示说 意大利电信公司最初计划与华为和爱立信签约 随后又增加了诺基亚 现在整个合约将由爱立信和诺基亚这两家公司来评分 报道说 意大利政府并未彻底的禁止华为 但目前的立法要求政府对于非欧盟供应商签署的5G合约 设置严格的条件 消息是表示说 意大利电信公司已经排除华为参与其5G核心网络建设 去年就没有邀请华为参与投标 路透社表示说 意大利电信公司是华为在欧洲的最大客户之一 失去本次的合约将让华为遭受打击 欧盟开反制中国会 立组欧中协定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就中国政府针对欧洲联盟实体 欧洲议会下属机构和欧盟国家议员实施反制裁 欧洲议会4月28号的时候举行了反中国制裁会议 由议员发言抨击中国的制裁行动 誓言将会阻止欧中投资协定的通过 中国的反制裁在欧洲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 欧洲议会取消了原定3月23号举行的欧中投资协定的审议会 议会内多数的主要政党也正式的宣布 如果中国的制裁仍然存在 他们将不会支持欧中投资协定 欧洲议会28号的时候举行了反中国制裁会议 超过30名议员踊跃的发言 严厉的抨击中国的反制裁是对欧洲民主的戕害 在场列席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声援被制裁的实体和个人 他表示也许对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 国会议员自由发表意见的意义 他们可以强烈的批评任何事情甚至批评我 也在中国制裁名单内的欧洲议会 对中国关系代表团的团长包瑞汉则强调说 中国在这一届议会当中施加的制裁并非偶然的事件 这是对欧洲民主核心的攻击 标志着中国积极夺取权力的新高峰 他表示习近平的政权越来越像流氓举止 无视国际法 共产党皇帝习近平及其臣仆不仅对抗欧洲 而且也与印度 美国 澳大利亚 菲律宾 日本 加拿大 英国 台湾为敌 并且使非洲国家陷入了战务危机 北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认为自己现在已经够强大了 他认为反威胁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萨哈罗夫奖的获得者伊利哈姆土赫提等人的鼓励 为欧盟在这场对抗中国的反民主反人权的斗争当中树立了榜样 欧洲议员也批评欧盟执行委员会的官员 以牺牲人权为代价 优先发展与中国的商业关系 让中国以经济要挟政治 议员们特别强调在中国制裁的威胁之下 应该阻止欧中投资协定的通过 法国议员格鲁克兹曼也是中国制裁的对象 他强势发言表示 我们绝不屈服退让 我们绝不向这个将数以百万计的人关进集中营 又要我们闭嘴的政权屈服 他批评中国共产党这个独裁者通过制裁的方式 试图支配欧洲议会的议程 攻击人权委员会 是因为他不愿意回答人道的问题 但他打算继续和国际贸易委员会讨论 因为他非常的喜欢讨论金钱 他强调在制裁之下 欧洲议会应该拒绝对欧中投资协定辩论投票 必须要有欧洲议会的尊严 毕竟议员所代表的欧洲人民的尊严受到了威胁 欧盟内政事务专议员约翰逊 则在结论时回应议员们说 我们的经济利益不会阻止欧洲联盟继续捍卫人权 如果我们想在包括人权在内的所有利益领域取得进步 就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 与中国进行对话和接触 不过伯雷利和约翰逊都坚持 欧盟必须继续与中国接触 以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同时还要坚定欧盟的价值观 巴西高官说中国发明了武汉肺炎 中国使馆气炸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巴西的经济部长葛德斯28号 在同步于网络直播的卫生委员会当中 脱口表示中国人发明了武汉肺炎 还说他们的疫苗不如美国有效 辉瑞疫苗更好 对此中国驻巴西大使馆29号表示 痛批葛德斯说法违背事实 中方对此表示不满 中国驻巴西大使馆29号发表记者会问答 发言人表示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 应该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 自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一直公开透明的发布信息 支持各国科学家展开病毒溯源 以及传播途径的科学研究 已经两次邀请世卫专家赋华开展溯源研究 并且已经公布了有关研究的结论 各方都应该尊重科学 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和结论 大使馆的发言人表示 在中国竭尽全力克服困难 向巴西提供疫苗和疫苗原业的情况之下 巴西政府的高级官员发表这样的言论 有备于双方为双边合作 创造良好气氛的意愿违背事实 中方对此表示不满 巴西今年1月份的时候 推动全国接种疫苗 有近8成的疫苗 是与中国的科兴合作研发的疫苗 其余的则是AZ疫苗 巴西总统波索纳罗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曾经表示 他决定不购买中国的疫苗 因为不相信他能够给巴西人民 提供足够的安全 但是随后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 还是购买了中国的疫苗 解放军的海军副参谋长 宋学人大职务遭罢免 来自香港媒体东网的信息说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四 也就是4月29号的时候通报说 海军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 海军副参谋长宋学的 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 另外由于衍州媒业董事长 全国人大代表李希勇早前去世 其代表资格自然终止 宋学现年62岁 山东德州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部的副部长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 2018年2月 宋学当选了第13届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 李希勇于今年的4月10号因病逝世 中年57岁山东泰安人 曾任眼矿集团的董事长 党委书记 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董事长等等 2020年7月份的时候 李希勇改任联合重组之后的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 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取协喊清理门户 剑指郭德纲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细细说 中国曲艺家协会相声艺术文会 和中国曲艺家协会航风建设文会 发布了倡议书 指出少数民间相声表演团体 在公共长河暴露出了不当行为 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质疑和反对 呼吁要坚决抵制恶俗粗劣的表演 坚决抵制相声界封建航帮漏袭 中国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 创办的德云社近年以来 频频的陷入了漩涡 2019年5月份的时候 该社的演员张云雷在表演当中 调侃两名中国的京剧名林 称已故的中国京剧大师李世纪为忌忌 称张火丁为丁丁引发了风波 德云社的演员张帆和刘全苗 在苏州的一场表演 因提到了衣冠部长气喘吁吁 被紧急叫停 德云社几年前也曾爆发了师徒大战 郭德纲指曾经的爱徒曹寅金和云伟 七天灭祖 悖逆人伦 宣告清理门户 中国取协倡议坚决抵制相声界 封建航帮陆席 称以失命家法为大 清理门户等一些带有浓厚的 封建色彩的江湖成规陆席 已被摒弃 该倡议书指出要坚决的抵制 恶俗粗烈的表演 绝不能用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和方式 来取悦观众迎合市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